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手後可以當朋友嗎? 或是哪些人分手後可以當朋友呢? 心理學家發現 當你在前一段關係 投入了越多的時間跟精力 而在之後還沒有找到 其他替代對象的時候 你就會越想要 跟對方繼續維持聯絡的關係 可是這個問題又來了 因為你想跟人家聯絡 人家也不一定想跟你聯絡咧 所以分手後的朋友關係 比我們想像中複雜更多 那到底有哪些複雜因素呢? 讓我們繼續看一下 跟小偶我們還要當朋友的理由 我是... 沒有什麼理由 那是還沒有 我們變女友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我又跟書記在一起 你這樣講很澎湖耶 因為認識的工作 然後教我們時間很差 彼此之間很了解彼此的 曲曲 對 我們有什麼理由 那為什麼我們不破 因為... 好不好 這種東西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 那那時候就不會那麼有的珍貴 是不是就是這樣 三 講真的嗎 對... 好珍貴 好珍貴 可是如果要復合 那不珍貴 對... 為什麼要不復合 因為太了解彼此 知道 有些東西我們想要的 我們喜歡的 其實可能不是同樣的目標 對啊 你的生活態度跟我生活太多 好啊 對 現在的我們都有交往對象嗎 沒有 你有 我有 你有 沒有 那他知道了 你跟我還是朋友關係 他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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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女朋友 啊 我還在想看他 在一起的時候 沒有 一起幻想過我們的未來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有什麼未來 太... 你去... 唱歌啊 太影響好像真的沒有講過耶 那時候還太年輕 太年輕 太年輕了 那時候還想 這學生會不會有歐巴 他們的畢業 他們來不及我還想未來 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觀看過 未來 可是我們沒有實際討論過 我們未來 對 但 你有嗎 當然 多多少少會想 但是沒有 努力就去問他 家庭的事情 也是 那時候還滿年輕的 早年有一個研究 他們是發現 你要跟前任做朋友 主要是因為他還有利用價值 就比方說他很會溜冰 然後你想要學溜冰 那還有一些可能就是 你們兩個人關係很好 那他的角色又不可取代 例如說 他可以聽你的話 然後跟你溝通 然後比較了解你 然後知道你在想什麼 可是 他可能在性愛上面 或是在各方面 就還是有跟你複合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他會換成另外一種身份 譬如說他就會很黏啊 或是他就會很容易生氣啊 所以你就會選擇一個新的關係 就是 你不是男女朋友 但是還是可以當朋友 要在一起 是 女生他也要同意才行 真的是個特例 我覺得這輩子 不再遇到第二個人 是 不是 敏